這一行有時有少少跟普通人不同 很少的事就上了新聞 好像我那天看蘋果一棟新聞 因為有時沒有新聞 上官上官 有宗戲院少少爭辯 看手影 首先有一個人 應該都是這個行業裏面的 據稱是行內 其實我可以收封收回來的 我幾十歲人 是被人摘爛的還是摘爛人的 不是窄 他就是有一個人 他說我在看電影 在吃薯片 在手影 他說吃粟米片 你也知道那些戲院可以沾芝士醬 他說我已經用很合理的聲音 盡量細聲吃 但是前面有個哥哥 很大聲地說 細聲一點不行 類似這樣 他覺得對方很沒禮貌 他沒有開名 但是比不開名 他說大台自以為的天王巨星 那些字眼就是那個說他的人 吃薯片那個不是藝術 他就說叫做行內人 沒有人知道他是什麼人 沒有人知道他是幕前還是幕後 起碼還沒爆出來 但這些是快爆出來的 通常都 但是叫他吃薯片 吃Nacho 吃得細聲一點 那個人就是幕前 那個人就是幕前 自己也開名 本來就沒有開名 但是自己推出來 那個人指控他的大聲 那些膠袋 薯片 那些聲音 都沒有辦法 看電影 我覺得戲院 戲院吃的所有東西都很傻的聲 例如炮谷 炮谷 炮谷沒有什麼聲 炮谷沒有那麼大聲的 炮谷是否新鮮 你吃的狗放了多久 新鮮的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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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 新鮮的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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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經常說 說什麼話 你一說娛樂消息就不公道了 你知鬼嗎 什麼新聞都是的 其實 不過戲院有很多東西都挺滋擾的 你不知道你會不會出聲 我最討厭是20個椅子 或者是小孩子踢椅子 小孩子很興奮 你一腳不要動 好不好 第一個嘗試去解決的方法是什麼 第一個 假設你的前面 給人後面 就是給你半塊臉 對 可能不說 你就好 你出聲 第一下通常是不出聲的 只是讓他給半塊臉 希望這半塊臉的影子 可以讓他知道 對方收到 對方媽媽收到 爸爸收到 但半塊臉不是那麼多人可以得到 是不是 不是那麼多人會覺得 再令過一點 可以扔到他 但如果你半塊臉 而聽到後面 無論爸爸還是媽媽說 扔到人了 不要這樣 那你的心就會覺得 我不都乖 就算他可能過幾分鐘 再扔到你幾下 你都會覺得 他家人也有出聲 你又不會怎樣的 除非他扔到你 除非他扔到你 痛是不會的 但有些噗噗噗噗噗噗的聲音 但其實今天最討厭 真是說怎樣 我出過一次聲音 那次還要看小弟其中一齣有份演戲的手影 那我知道 也是手影來的 我知道出戲是難的 但尼德手影的也是朋友 自己有啊 我不知道他在哪裏扔到 好像買票檔的嘛 排隊檔 有一堆完全不知道是誰 真是去到中間 他真的電話響 他正在形容出戲給對方聽 我看手影 因為他很想看 他拿不到票 可能是這樣 沒有可能 他咳了三分之一 手影都咳了三分之一 搞到爛邊 他拿著電話 他說我聽電話 阿斌那個人 還有阿里亞朗那些 不要看 一會吃飯打火鍋 真的說了起碼四五分鐘 已經有人開始刻意大聲咳 然後有些人在後一點就咳 沒有理會過 我忍不住了 我就出聲了 打火鍋可以在外面 這裡還未可以打 這裡只可以吃爆谷 要不要買給你 我大聲說 我作為一部電影 很不給面子 你不可以這樣 那我有權出聲 很多人笑 因為很多人負我們笑 他就沒有出聲 如果沒有人笑 可能他走過來借我 打火鍋 打人 現在 我是有出聲 去到這樣我就出了聲 但 說真的去到這樣 因為我知道情況是有利於我 大家都是這樣想 對 有利於我 他做得實在太壞了 一般市民都覺得壞 中間選民都覺得他壞 有一次 很多年之前 那時候還可以吃煙 還是不能吃煙 我都不記得了 總之前面有一堆死飛仔 吃煙 好像已經不能吃煙 我女朋友 在我手上拿了一堆爆谷 扔下去 這麼厲害 通常女孩在這些位置很厲害 這麼厲害 因為他想著我能動他們 他想著他動完之後到我來 不要這麼狼 對呀 男人很難做 因為如果對方人多細重 或者大隻雷雷 整班 扔完炸爆谷 然後吃煙人 可能他又不覺得 他又沒有什麼反應 照樣繼續吃 但看起來吃煙是很騷擾的 味道和煙 我都說了 我作為級別人士 我覺得有很多場合 是不應該吃煙 因為你影響其他人 你的院是其中一些 飛機 我上次說過飛機 真的沒有可能 走不了 任何的交通工具 我都覺得是不應該吃煙 你吃煙是你的權利 但你影響人 你影響人家的權利 但你現在看起來可以吃煙 你想想進去坐 旁邊有吃煙 你整套戲都沒有心思 所以不是整天的燈子 一個個煙的孔 一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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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好的 我都贊成 你出去吃 我作為級別人士 你出去吃 那些機場有些毒氣室 把那些人放進去吃煙 那些是很棒的 很棒的 你不用吃煙的 那些是毒氣室 你進去一個圈 四秒出來 你全身煙味 很厲害 我經過那些我都很害怕 他令我想起什麼 當初我在商台做 有幸開過兩次會 上去Orbis 聽說話語珍在這裡 為什麼這樣說呢 是因為煙大了 我看不到誰 誰開都不知道 那些煙味 那些煙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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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給人的 如果我不吃煙的話 你受不了 這就是了 你去機場的吸煙房 你真的有很大的霧 能見度很低 開開冷氣都不可以 那些抽風都不可以 但你都不可以 因為個人都在噴煙 因為還要看你吸煙房附近的閘口的班機是去哪裏的 因為去哪裏你就會知道通常是甚麼客戶 某些國家都很吸煙的 不只是大陸 而且它的煙很難聞 大陸也有 日本人也很吸煙 很多國家都很吸煙 如果你剛好圍著那幾個閘口都是去那幾個國家的 一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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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買煙你進到煙食嗎 槍火 真的嗎 槍火來的 其實是很恐怖的 但是又沒辦法 所以他們現在開始新的Terminal 去遠一點的閘口 你坐無人駕駛去遠一點的閘口 他們就不是吸煙房的 他們是走出去一個療網台 其實這樣好很多 那你就不用擱置一班油 就是Overn Area好很多 散陣一點 雖然你會聽到一些飛機 但是你會吃煙 對大家都好 好過在整個房間 你怎樣都抽不出煙 但是它很厲害 你走過你又不太聞到煙味 但是你一開門你會出事 馬上死了 真的不行 我都吃快一點的 連我吸引人 他就想你這樣 你吃快點快點走 真的太厲害了 你可不可以在外面開一點門 噴進去然後關門 站在外面行不行 不行 因為你拿去煙你在外面不行 真的在外面不行 沒有可能 即是進去那間房間 一人有一條膠喉可以換個嘴 你吸完一口 你又噴到膠喉 那條膠喉可以幫你接駁到某個位置 直到中央 噴出去 一人就這樣 硬膠喉 硬膠喉 看你用多久 如果用得久就硬 會硬化的 再用久一點是抽膠 oma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